大家都已经获取到了关键词 也知道如何去什么地方去准确的获取到 我们想要的一些关键词了 大概需要了解的就是 每周你一共会分成三种方式来生成AI图片 第一种方式就是文字 上两节课 我老师给大家演示那种 给他几个单词 然后让他生成一张图片 第二种就是通过图像来生成一张图片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先发送给每周你一张 我们想要的这种风格的图片 然后再配合上文字 然后让每周你生成一张全新的AI图片 第三种就是每周你可以根据两张图片 或者说两个元素都可以融合成一张新的图片 在此基础之上 全部都是要依照于关键词描述的 上一节课有跟大家强调过 对吧 关键词描述这里胡博老师也给大家整理出来了 就是我们应该 我们知道了有这些关键词 那这些关键词应该如何来用呢 整理了一个结构 也就是说我们要分成主题内容 环境氛围 构图镜头 风格化参考 以及图像制定五点 来给每周你去描述你想要一个什么东西 首先呢 主题描述就包括 可能你告诉AI 你告诉每周你 你需要一个什么东西 你需要一个什么话 就比如说前两节课一个女孩 或者说一个女孩在一个日落的城市里 对吧 这都是属于告诉每周你一个主题内容 它是一个什么人物 或者说它是一个什么动物穿什么衣服 第二点呢 环境和背景气氛 也就是要指定某一个地点或者物价 比如说你要指定 这有一朵花 这个图片里面有朵花 或者说有一个动物 有条狗 比如说倒影啊 日落啊 这些关键词 第三点呢 就是构图和镜头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 比如说想要强调的是它一个景深效果 或者物体位置 或者说是一个黄金分割比例 中景 中全景 全景 景深 类似于这种 第四点就是风格化和参考方向 这里边就可以加上一些 比如说艺术家的名字 宫崎骏啊 或者说原言栽啊 或者说一些设计平台 比汉斯追播 类似于这种平台 或者直接呢将图片风格写出来 比如说3D渲染 C4D 或者说2D扁平 其实都是OK的 第五点 最后一点就是图像设定 这个就指向呢 就是我们上一节课跟大家说的 关键词后缀 就是majorney里面可以加入一些参数 就比如说 -q 代表了图像质量更高 对吧 比如说像8K 4K 这些关键词 来对这个图片的画质做一些强调 这节课呢 主要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majorney如何通过参考图来生成AI图片 也就是image to image 图片生成图片 首先呢 我们在对话框当中选择左侧的加号上传图片 这个时候呢 我们首先先上传一张 一张小丑的图片 OK 这里边要跟大家提个想 就是Discord 它只能识别 OPJ和PNJ的图片 其他格式 整个WEBP啊 这些格式都不行 OK 首先点击图片之后 选择右侧 右键选择复制图片地址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在对话框当中输入斜杠 调出image指令 然后把链接复制进去之后 空格 然后输入一下我们的关键词 比如说 一个女孩 我希望她是一个女孩小丑 对吧 OK 然后这个时候 每周你帮助我们通过这个小丑的照片 然后衍生出来了四个女孩的小丑 但是说实话 其实和我的想法相对于来说有点远的 因为她只是将这个女孩的脸上画了 每一个都是画了一些红色的线条痕迹 OK 没关系 这个时候我们再上传一张小丑的图片 每周你其实是可以上传 一共识别两张照片的 同时识别两张照片做分析的 这个单是超出两张就不可以了 最多也就是两张 也是同样的操作 斜杠 然后换出image之后 然后复制地址链接 OK 然后同样的复制第二张图片的地址链接 然后再 空格 再复制第二个链接之后 再空格 然后我们打上 比如说我们还是同样的关键词 一个女孩 OK好 然后我们来放大看一下 这个是通过两张照片去分析的 所生成出来的一个照片 可能脸部的一些表情 然后包括脸部的一些细节 然后这里边包括嘴形和鼻子 对吧 其实相对来说是会接近一点的 但是说实话 其实还是和我们的想法 就是它应该是绿色的头发 包括它眼睛上 然后会有一些蓝色的 这种菱形的标志 关键的问题存在于 就是像课程开始之前 我跟各位同学说的 不管Majerny它有再强大 它所分析照片的能力 但是它始终要配合的 就是image加文字 或者是文字加文字的生成方式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不能脱离的 就是关键词描述 所以我们按照刚才给到大家的 那个关键词结构 然后我们再优化一下 就是通过 首先它已经基本上在一些细节上 Majerny已经识别到了 这个小丑的一些关键细节了 但是我们如果再加上一些关键词 给它一些辅助 我觉得应该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 就是往我想的那个方向去走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首先来复制这个链接 加上后面的这个关键词 然后在这个输入框当中 鞋盖换出image 然后把链接复制进去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优化一下 首先就是优化一下我们的主题内容 OK这个时候各位同学 我相信你们手里边一定有笔记 然后看一下这个刚才给到大家的这个结构 我需要告诉这个Majerny 然后我想要一个什么 首先我告诉她一个女孩 肯定相对来说是比较模糊的概念 所以这里边我们可以比如说 应该是一个美丽年轻的小丑女 然后我们首先先把前面的一个女孩 刚才打进去的关键词先删掉 输入上这个最新的这个主题内容的描述 OK 好然后我们放大看 这个时候她其实已经更加接近于我们的想法了 对吗 这个我刚才对于她的描述是一个美丽年轻的 漂亮的小丑女 然后拥有着一头绿色的头发 我们已经把基本的主题内容确定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我生成出来的内容 更加的接近我们的想法了 也更加的真实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接着往下来看的话 我们需要有第二个阶段 我们要给她描述一个环境和背景气氛 那我希望她背景颜色是这种铁灰色的 OK 还是同样的复制这个链接 以及后面的关键词 斜杠 OK 然后把前面的关键词删掉之后 还是替换关键词发送 OK 然后她生成完成了 首先我没有对她的图片的尺寸进行控制 目前来说给到我们的图片相对来说是比较乱七八糟的 所以不过没关系 然后我们继续按照我们的结构 然后再考一下 因为首先所有的人物确定已经确定的很好了 方向也很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需要确定的就是一个构图和镜头 然后我希望她可以是电影光感的 她有一个这么一个光效在里边 对吧 因为她一直首先保持的都是这么一个肖像形象 所以目前来说我们不用再去修改她了 好 然后我们还是同样的复制出来这个观念词加链接 然后image ok然后把前面的关键词进行删除 然后把新的关键词填上之后 然后发送给mayjourney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放大来看一下 光效的感觉加进来之后 电影的效果就出现了 但是还是会有一点偏向于模糊的感觉 不过没关系 这个之后我们后续会一点一点加关键词 然后给它消掉最后还差这个无相设定 对吧 这样的操作image 然后粘贴进去之后 希望可以做到的是偏向于3D效果的 以及比如说16K是吧 它应该是最高质量的 比如说-Q 空格5 然后V4版本 最后再确定一下它的尺寸 -然后空格 AR 空格3比4的比例 ok 然后发送 ok 好 然后这个时候它就把关键词描述 然后将这个图像生成出来了 然后首先呢 我们先放大来看一下 然后先分析一下这个四个图片 首先我会觉得 首先第一个和第一张图片和第二张图片 会更加偏向一个女孩的样子 ok 然后我们选择VR 然后进一步这个细节上的优化 然后这里面我不需要用混合模式再修改观念词了 然后我们进一步优化 好 然后这个时候它又给生成了有四种不同这个样式的图片生成出来了 第二张可能还是更偏向于女孩一点的感觉 对吧 第二张图片我们选择U2 ok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一张高清大图导出来了 但是我们其实还是可以在下方的这个这个beat upscale 包括light里面进行再进一步的这个细化的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beat upscale 然后进行优化一下试一下 好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把这个嘴下角 然后包括一些脸上的这个痕迹 然后稍微的这个优化了一下 然后包括还有眼睛上的这个光感 对吧 好 然后那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再用一下light 然后再试一下 ok好 然后我们打开看一下 整体来说脸上加上了又加入了很多的细节 但是整体来说其实我还是更喜欢刚才这个优化之前的 然后脸上会稍微干净一点 对吧 然后我们放大一大图来看一下 我不知道各位同学可以通过屏幕 然后看到这个清晰度 这个衣服上的这个褶皱 包括每个头发的细节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当然了这里边还是要跟各位同学强调的 就是可以频繁的多去尝试几步 如果一步满意的话 并可能多去有一点耐心 然后去把自己的这个作品 然后优化到最完美 ok最后来说一下这个Madroni的另外一个图片生成 图片合成的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使两个元素或者两张图片 然后融合成一幅作品 对吧 然后我们来操作一下 输入框里边输入斜杠 Bland ok 然后选择之后 它会给我们两个窗口 分别是要上传两个素材 对吧 然后我们这里 首先呢上传一个人物 然后这个小丑是吧 或者然后接下来我们再传一个小狗 然后我们看一下效果会怎么样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效果融合成了一个狼人 是吧 然后我们放大一下 看一看 整体效果还ok 好 然后这个是两个生物进行一个融合 然后我们再继续选择Bland之后 我们选择一个比如说两个物体吧 物体和场景进行融合吧 这是我们选择这个场景之后 然后我们再选择一个车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看一下 好 然后我们看在浏览器中打开预览一下 确实融合的挺好的 车的影子车的倒影 包括这个光 打的这个光都挺好的 ok 然后之后呢 我们其实也可以通过进入到这个My Journey 然后进入到它的社区是吧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Bland 单独的一个分类 我们在这里边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网友们输出的一些图片 有时间各位同学可以在这里边翻一翻 这里边还是蛮多的 ok好 那今天这期课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